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中金融工作组首次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谈 五角大楼 美国和野门胡塞武装不处于战争状态 寿司狼是恶搞在线 日本外籍网红泰国餐厅筷子扎记遭狠批 拜登 美军将继续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 英媒细数凯特病历史 小时头部曾接受非常严重手术留三英寸疤痕 请大家收看 美中金融工作组首次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谈 美国之音中文网 报道称 美中两国财政部官员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 讨论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等问题 并加强双方的沟通 这是去年成立的美中金融工作组 在中国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会议的议题还包括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跨境支付和打击洗钱和毒品走私等合作领域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 耶伦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再次访华 报道指出 稳定美中关系对双方都至关重要 未来一年将看到更多的美中互动 五角大楼 美国和野门胡塞武装不处于战争状态 联合早报 总结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与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并非处于战争状态 他们对胡塞武装进行的打击行动是防御性的 并且是为了保护红海地区的船人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 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将会继续 寿司狼是恶搞在线 日本外籍网红泰国餐厅筷子扎记遭狠批 新岛日报 日本去年发生多宗十四被恶搞事件 包括寿司狼和吉野家等知名餐厅 最近又有一名外籍网红在日本的餐厅使用筷子扎头发 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 这一事件在日本社区网站上引起了热议 许多人对这种行为感到恶心 这位网红之前因涉及大麻问题而成为新闻焦点 此次的行为再次引发了争议 许多网民表示 自从寿司狼舔酱油事件以来 情况似乎没有改变 对于这起事件 一些人认为使用吉野筷子可能更好 这位网红主要活跃于Instagram 在日本拥有大约12.7万的粉丝 他曾经是一名模特和歌手 有着多国血统 他经常卷入争议 之前曾有朋友因涉及大麻问题被捕 还有欠房租潜逃的传闻 拜登 美军将继续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 联合早报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尽管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扰尚未停止 但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继续进行 美军最近摧毁了胡塞武装的两枚反舰导弹 阻止了他们向红海发射 此外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Embri的报告显示 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击行动似乎仍在增加 美国邮轮报告称 有四架无人机飞向邮轮并在其上方盘旋 其中一架无人机最终陆入水中 但邮轮没有受到损坏 因为系数凯特病历史 小时头部曾接受非常严重手术留三英寸疤痕 新岛日报 英国凯特黄飞最近入院接受腹腔手术 需要休养两周 这引起了人们对他健康状况的关注 报道指出 凯特在儿时曾接受过一次头部大手术 留下了一道三英寸长的疤痕 另外 他在怀孕期间也经历了严重的孕吐问题 需要入院治疗 凯特通过冥想和深呼吸来控制这些症状 妊娠巨兔可能导致严重脱水和营养不良的风险 英国凯特黄飞健康室曝光 小时头部曾接受非常严重手术留三英寸疤痕 新岛日报 英国凯特黄飞Kate Middleton 最近入院进行腹腔手术 需要休养两周 这引起了人们对他健康状况的关注 据英媒报道 凯特有两个较为严重或众所周知的病历史 一是他小时候接受了一次大手术 留下了一道三英寸长的疤痕 另一个是在怀孕期间多次出现严重孕吐问题 其中一次甚至需要住院治疗 凯特的头部疤痕首次曝光是在2011年 当时他在与威廉王子的订婚酒会上露出了这道疤痕 英国皇室发表声明称 这道疤痕与他同年时期的手术有关 但具体原因没有透露 据王室消息人士透露 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手术 外科医师认为 凯特头上的疤痕不太可能是有肿瘤引起的 与癌症无关 凯特还因孕吐问题而广为人知 2012年 他怀上乔治王子时出现了严重的孕吐症状 需要住院治疗 之后 在怀上夏洛特公主和路易斯王子时 他再次遭受了妊娠剧吐 不过这两次 他选择在肯兴顿宫接受护理 而不是住院治疗 妊娠剧吐可能导致严重脱水 并使母亲和婴儿面临营养不足的风险 患者可能每天呕吐多达30次 导致疲惫和危险的后果 凯特在2020年透露 他使用冥想和深呼吸来帮助控制症状 芝加哥鼠洞一息爆红 民众蜂勇打卡 诞生起源 成迷先争论 星岛日报 芝加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名为鼠洞的景点 吸引了大量民众前往打卡 这个鼠洞是人心道上的一个水泥坑洞印记 形状像老鼠 这个景点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吸引了500多万次浏览和136000个赞 当地商会正准备举行命名比赛 为这个鼠洞取一个名字 芝加哥因为老鼠患而闻名 据统计 当地居民关于老鼠的投诉在2022年达到5万宗 是全美老鼠最多的城市 然而 对于这个鼠洞的起源 人们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来自松鼠而不是老鼠 中东局势复杂化 巴基斯坦向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报复性空袭 美国之音中文网 巴基斯坦空军星期四 对伊朗境内的武装组织发动了空袭 造成至少9人死亡 这次袭击 距离伊朗周二对巴基斯坦的空袭不到48小时 这次袭击加剧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使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伊朗和巴基斯坦周二和周四的攻击 看来是针对对方境内的两支比陆支武装组织 不过 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在各自境内为激进组织提供庇护 这些攻击行动危及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因为伊朗和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一直因武装攻击而相互猜疑 伊朗星期一晚间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了空袭 以报复纪念1月初发生的伊朗所宣称的杀死90多人的自杀爆炸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 周四的空袭是一系列高度协调和特别针对的精准军事打击 展示巴基斯坦保护和捍卫国家安全免受威胁的决心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 在空袭中使用了自杀无人机、火箭、巡飞弹和远射武器 巴基斯坦的战机没有进入伊朗的领空 巴基斯坦的比鲁之斯坦省和伊朗邻近的西斯坦 比鲁之斯坦省过去20多年都面临比鲁之民族主义者的反叛活动 两国空袭针对的比鲁之组织有所不同 伊朗针对的是逊尼派分离组织正义军 而巴基斯坦针对的是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比鲁之解放军 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仍存在升级的危险 美军对胡塞武装14个导弹发射点实施先发制人空袭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军方在野门对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点进行了空袭 以阻止他们对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的威胁 这是美军第四次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此前胡塞武装发动了多次袭击红海上的目标 印度海军回应了一艘被袭击的货轮的求救信号 并救援了22名船员 胡塞武装声称他们的袭击是为了支持加沙哈马斯与以色列战争中的团结 这些袭击导致国际航运公司不得不采取更远和更昂贵的绕到非洲的航线 美国国防部表示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以阻止胡塞武装的进一步攻击 美国星期三将胡塞武装列入了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组织 2023年全球抓捕记者最多排航榜 中国占据榜首以色列后来居上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以色列在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之后 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清剿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中 抓捕了不少巴勒斯坦记者 根据报告 以色列成为全球第六个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监禁记者人数达17人 报告还指出 中国连续多年在监禁记者方面排名第一 今年监禁记者人数达44人 报告揭示了威权政府如何滥用法律来拘留 和压制记者的事实 报告指出 以色列自10月7日以来一共逮捕了25名记者 目前仍有19人被关押在狱中 报道中还提到 以哈冲突已经创造了记者死亡最多的记录 至少有83名记者丧生 保护记者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朱迪·金斯伯格表示 威权政府滥用法律来压制记者 是为了消除批评的声音 报告还揭示了中国政府利用国家安全指控打压记者的情况 报告还提到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的侵权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行 中国政府在监禁记者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 其中有19名被监禁的记者是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祖拜拉·夏姆西丁表示 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族记者视为危险分子 致力于打压维吾尔族记者 以消除维吾尔族人的声音 报告还指出 报道少数民族事物或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记者 最容易受到迫害 总体来说 报告揭示了以色列和中国等国家 滥用法律来压制记者的情况 这些国家利用各种指控 如国家安全等 将记者描述成罪犯和敌人 以消除批评的声音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对记者的安全和权益构成了威胁 印度 如果印中边界保持平静 有可能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印度一位高级官员的表示 如果印中边界保持和平 印度有可能放宽对中国投资的严厉审查和限制 印度政府于2020年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对来自邻国的公司投资进行严格审查 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 这些措施被广泛认为是对印中边界冲突的报复 然而 印度官员表示 如果边界局势缓和 投资限制可能会被解除 印度近年来对外国投资采取开放态度 降低了外国对印投资的限制 并取消了一些对外国公司所有权的上限 虽然印中两国存在边界争议 但中国仍然是印度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双边贸易自边界冲突以来增长了32% 印度军方最近披露 在2022年一年内 印中边界发生了两次冲突 印度外长表示 印中两国必须找到避免军事冲突的办法 然而 印度官员表示 过去一年左右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商界希望边界局势稳定向好 印度最终可能考虑设立外资审查机制 但目前尚未做出决定 家中关系2024年能否好转 多名专家表示悲观 对中国干涉的调查很大程度将影响双边关系 美国之音中文网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在2023年几乎降到了冰点 而展望2024年 家中关系的前景相当黯淡 加拿大会与中国继续接触 但双边关系难以好转 中国政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缺乏灵活性 加拿大对中国扩张主义的危险和人权问题的公然蔑视 有了更深的认识 加州贸易可能会持续稳定 但加拿大对中国干涉的公开调查将在2024年出现较大进展 加拿大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将更加亲近 加拿大将加强与民主国家的贸易关系 在2023年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几乎降到了冰点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从政治干涉到外交官驱逐 然而 即使加拿大政府想改善家中关系 但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 中国政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缺乏灵活性 这使得政治关系变得非常困难 加拿大政府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 同时保持与中国的沟通 尽管家中关系紧张 但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强劲 中家两国的经济结构有一定的互补性 中国需要加拿大的资源 加拿大需要中国的制造业产品 因此 外交关系紧张不一定会导致中家贸易恶化 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在2024年持续稳定 在2024年 加拿大对中国干涉的公开调查将取得较大进展 特鲁多政府已任命调查专员进行调查 并将在2024年初发布初步报告 然而 专家认为这次调查的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调查的范围已经缩小到中国对加拿大最近两次大选和民主制度的干涉 加拿大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解决中国干涉的问题 但之前的一次尝试遭到了民众的嘲讽 因此 需要密切关注调查委员会的行动 以便及早发现他们是否会写出具有建设性的报告 在2024年 加拿大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将更加亲近 加拿大政府对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表示祝贺 这引发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不满 加拿大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加拿大对台湾的立场是注意到中国的一中政策 但并没有表示同意 加拿大和台湾之间的贸易也将继续 加拿大需要台湾在半导体和可在生能源方面的技术 加拿大还有机会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加拿大将加强与民主国家的贸易关系 以应对中国对全球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威胁 印尼拟大增娱乐税至最高75%业界优倒闭潮促撤回 新岛日报 印尼雅加达省政府计划将卡拉OK等娱乐场所 以及酒吧和水疗中心的娱乐税大幅增加 从25%提高至40%到75% 这一举措引起了业界人士的担忧 印尼酒店及餐馆协会表示 新税率将影响业者的营运 并最终导致企业倒闭 印尼旅游业协会计划向法院请愿 要求撤回这一增税计划 外界对此政策导致企业倒闭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担心 印尼观光及创意经济部长建议 延后实施有争议的娱乐税率 直到宪法法院公布业者提交法条审查请愿结果 他还表示保持冷静很重要 因为印尼的旅游业已经成为瞩目的观光地 澳洲最富裕街区联报试车案 警方锁定一类罪犯追击 新岛日报 悉尼派破角沃尔斯利路最近发生多宗偷车案 被偷走的大多是贵驾名车 价值高达数百万港元 为了缉拿偷车贼 警方派出专业侦机队Sweetenham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一些被盗汽车被黑帮藏起来 用于犯罪活动 Sweetenham侦机人员正在积极搜寻罪犯 目前仍有两辆兵力汽车下落不明 新交通部长涉滩被控27罪辞职 新岛日报 新加坡政府高层发生了一起罕见的贪污案件 交通部长一华人被控27项控罪 包括贪污和妨碍司法公正 他被指控收受酒店 地产大亨王明星的门票 住宿和使用私人飞机等利益 总值约224万港元 条件是协助王明星的赛车公司 与旅游局达成合作协议 一华人已辞去政府及国会职位 并退出执政党 但否认所有指控 这起案件震惊了全国 因为新加坡被誉为 全球贪腐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华人是师承历来首名被控贪污的部长 他将在3月1日举行审前会议 一华人面临的指控包括 抵触防止贪污法令 公务员不得接收贵重物品或礼物 以及妨碍司法公正 新加坡高薪养年 部长起薪高达26.2万港元 此前 上一次有部长被查贪污 是在1986年 一华人辞去内阁职务 一席并退出执政党 副总理黄勋才表示 希望这起事件能让公务员看到 政府对贪腐的林荣人 一华人在总理办公室 内政 通讯及交通部 担任过多个职务 在旅游景观发展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华人发表声明 否认所有指控 并表示会集中经历洗清罪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